23日的早上8点左右 一条消息上了热搜 知名餐厅胖哥俩肉蟹宝 一次使用了死蟹冲到活蟹去卖 该公司的官网之上 食材新鲜被列为第一卖点 2020年底 这家公司已经入住了全国130多个城市 拥有门店400余家 我们的食材都是当天加工 保证了食物新鲜和口感 这是店员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接到群众举报之后 两名记者分别卧底进了北京的两家门店 没想到揭开了那一幕 活蟹变成死蟹 新鲜的土豆变成了隔夜变质的土豆 已经有味的肉也会重新加工 说好的一斤肉的肉蟹宝 那实则到了顾客手中只有430克 种种迹象让广大的网友 无不对这家餐厅感到失望 从记录显示 记者是在6月份进入门店卧底 报道出来已经8月 卧底数月之后得到了结果令人瞠目接舍 网友都在等商家的回复 当记者店连之时 店里是否使用了过期视频呢 某位负责人则是回答 没有这个现象 我们愿意接受调查 事实就是事实 我们承不承认都要你们亲眼看到 据悉 北京的有关部门已经到门店检查 涉事的门店停业整顿 成立专案座内部自查 总部也开始着手调查 这是一方地震多方受牵连 杭州市场监管局发文 表示对近日曝光的问题进行处理 约谈了杭州门店的负责人 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整改 成都方面则是突击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需要立即的整改 苏州则是也进行全面排查 全市11家门店一个一个查 通报表示排查结果良好 并没有出现媒体曝光的问题 在胖哥俩肉蟹宝通告出来的 五个小时后 市场监管总局一下公开 六起试骗违法案查出情况 来看看有没有你常去的店 23日下午的1点左右 市场监管总局公开 六起试骗违法案查出情况 其中包含了耳熟能详的小龙坎 蜜血冰城 华莱士杨国福 耐血的茶大润发 小龙坎火锅主要集中在 使用了假冒的鲜鸭血 蜜血冰城使用了过期的食品原料 华莱士炸鸡掉地上捡起来继续使用 杨国福所使用的汤料不干净 耐血的茶使用腐烂水果 大润发 发臭的肉洗了再卖 突然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 食品安全的问题每年都说 每年对于一些企业来说 似乎都是白说 检查了罚款 关店整改 随后卷头重来再开 似乎就是一个死循环 这其中几乎不敢细想 以上我们说的都是 知名度比较高的品牌 口碑什么的属于比较好的 但食品安全的问题 一个不一个严重 那其他的小品牌呢 不敢想不敢想 24日的深夜凌晨 耐血的茶率先发文道歉 表示会接受处罚 深感痛心 向广大的消费者 质疑最诚挚的道歉 随后一位网友发问 道歉有用吗 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 整改 罚款 关门开门再继续犯 食品安全什么时候 能被真正的重视起来 各类的餐饮业的企业 花的成本是否在较多的 公关和宣传上面 而对于产品 以及服务相对比 就有所欠缺了 消费者入口的东西腐烂发霉 突击检查发现问题 那倘若不检查呢 身为一名餐饮从业者的骨气 初心哪里去了 食品安全何时能被重新重视起来呢 以上通报的六家品牌 有你的心头所好吗 小林子既然是做德云社 那我们来看看 郭德纲 于谦 是如何杂卦食品安全的 于谦的父亲 一个神奇的存在 本人在德云社没有一官半职 偏偏是德云社台上的老熟客 郭德纲口中包袱的来源 而对于老先生的身份 可以有很多种 大东北卖人参的 已经落魄的老艺术家 身价千万的富家子弟 郭德纲利用于谦父亲的多种身份 在食品安全上 有很多精彩的演绎 老头出来 要先喝一点猪奶 越说越不香话 怎么 喝牛奶喝羊奶 没有喝猪奶的 说于谦的爸爸 现在不喝牛奶了 每天早上起来 非要喝猪奶 可没听说喝猪奶的 为何说牛奶呢 因为喝了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 牛昏过去了 这里就反映了一个 真假奶的问题 牧场就那么多牛 那每年生产出来的牛奶 却远超过产量 来一杯人屎咖啡 你是害呀 你现在那边 那就记住了啊 那叫猫屎咖啡 再比如猫屎咖啡 郭德纲直接会将其 比喻成人屎咖啡 好家伙 可没见过人屎咖啡的 于谦又说 因为产量高啊 郭德纲再说 再者 于谦的父亲要吃牛肉 非要吃献杀的 进了西餐厅吃饭 今天我们有新鲜的牛舌 你爸 嗯 什么意思 太恶心 直接吐了都啊 宁愿吃鸡蛋 我都不愿意吃牛肉 郭德纲以于谦爸爸为例子 没少吐槽食品安全的问题 有牛奶 谁去喝猪奶呀 猫屎咖啡 要是真的 喝什么人屎咖啡呀 牛肉要都是现杀的 还去西餐厅吃什么鸡蛋呢 德云豆笑说第二季 也在播出 第一期讲了一个内卷 现在餐饮行业 莫不是也开始内卷了 别人都在投机取巧地 搞些小聪明 用鲜榨果汁多贵呀 不如用勾兑出来的 隔夜的也不太坏 为什么要扔掉用新鲜的 土豆不就是发黑了 也没烂掉 为什么我们要早起 跑市场买土豆呢 何必呢 何必呢 如果是这种内卷的话 大可不必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 留言评论 下期见